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Vincent 是Vincent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他大学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求学之后呢 目前是IT公司的项目开发经理 也在C道做builder 还有社区运营 在活动运营之外 他更有兴趣的是开设一个深夜电台的频道 聊聊数字游民的生活与工作 年轻人的公共生活 还有爱与恨 今天我们呢 要听听Vincent个人的故事啊 还有他因为参加了社区运营的工作 还有在今年三月回国观察的一些反思 同时更有意思的是听他聊聊 他的这个深夜电台的想法 那还有going forward 他会给到大家什么建议 Vincent 你先前提到说 你买了不少的pass卡 这是什么故事啊 对 哇 真的是花了很多钱 就是因为刚刚有说嘛 就我其实在墨尔本这边做的是 IT的这个开发的这个项目经理 然后因为公司后来有在接一些web3的开发的业务和项目 然后我也开始慢慢了解web3了 然后之前的话 其实在网上不管是搜web3信息啊 各方面还蛮麻烦的 然后我也有参加一些澳洲的社群 然后比如说一些Australia DeFi之类的社群 然后你会发现大家可能聊的更多的都是一些 就是去中心化的一些理论型的探讨 然后这个其实对我本身的帮助不会特别大 然后后来就刚好国内有很多 就是追热点迎风而动的这样一些团体 然后他们可能会发一些pass卡 然后有的pass卡是NFT 然后你买了这个pass卡之后 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社群 然后来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那有的是直接就是支付宝给你转多少钱 然后转了比如说299399 然后转之后 然后他拉你进群 然后进群之后你可以了解更多的 不管是web3也好 区块链也好之类的项目信息 我其实买了蛮多的这种所谓的pass卡 包括一些社群的门票啊 这样的东西 然后买了之后本来是寄希望于 我既然都花了钱了 那也应得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吧 我应该能够看到更多的项目分析 我应该能够看到比如说更多的 这个区块链的技术方面的 不管是课程也好文档也好 但是事实上其实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没办法工作也得继续嘛 对吧 对啊 就是你花钱效果不好 但是回头还得接着工作 然后后来就看到了那个推特上的那个 C道尚老师 然后确实有在发一些 不管是Miro啊 还是也在发一些 他当时对于道的研究跟分享 然后就去了C道 然后C道的话 然后去了之后 其实还蛮有趣的 因为在C道里 大家其实聊的 就是你想聊什么 想问什么都可以去问 都可以去聊 然后C道小伙伴们也都比较热情 然后从这里开始慢慢的走上了这个web3的道路 其实Vincent先前有一个小趋势啊 他说他自己之前对比特币区块链是有些排斥的 而且家人啊 尤其是母亲也尊尊教诲 不可以买比特币哦 是这样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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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其实在真正接触到这个web3行业之前 我一直觉得web3就是诈骗 就是国内 就是我我家里人 我妈爸妈一直跟我说 就是之前大家都在聊P2P 然后是诈骗 然后现在 然后现在好像就当时那段时间 大家在聊比特币以太坊 然后我家里人觉得不行 你一定要远离这些东西 你人在国外 你不要被骗了 他们这些人都很坏的 呃 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我也 就是也是因为工作原因嘛 然后接触了一些web3的项目 然后我我妈妈就就就就有非常非常认真的 给我打两个小时电话 然后跟我说你自己做项目可以 但是你千万不要花功夫进去 你还年轻 你不要年纪轻轻的搞这种东西 对 哇 所以你是即使是家人真真教诲 你还是听从自己的这个内心是吧 然后就进到西到了 你你有提到说有一次听那个唐寒聊这个链接全球而感动落泪 你还记得那时候是什么讯息吗 哦 那个时候应该是他刚好从那个伊斯坦布尔做分享回来 就他自己在伊斯坦布尔那边 然后也跟很多的小伙伴聊了 然后他有聊一些就是因为当时是刚好是那个俄乌战争 然后有很多俄罗斯的小伙伴们就是大家很流离失所 然后他们其实作为战争的发起国 那其实在其他国家而言 俄罗斯的国民是不会受到很好的对待的 包括很多人会觉得说 怎么就是你的国家让整个世界变得动荡起来 但是出于民众的角度 其实还是蛮流离失所的 他们也不希望发起战争 他们也希望能够和平 但是由于国家的这个因素 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在聊这块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有的时候会联想到我自己的经历 因为其实在澳洲也没 就是他对华人已经算蛮友好了 但是你还是会在很多比如说小的细节上 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会对华人会有一些抵触的情绪 你会在工作跟你的生活中 你会感受到一些排斥的情绪 然后当时在聊的这个东西就也有在聊说 就是其实很多海外华人都很流离失所 大家其实内心也都希望能有一个华人文化的一块土地 对 然后就其实讲这个的时候 我内心还蛮感触的 因为我在澳洲这边读了三年本科两年研究生 然后现在在这边工作嘛 其实也是一直在一个海外的状态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社群的诉求 的确能够打动你的心 所以就不管你妈怎么说了 还是进到website来了 对啊对啊对啊 但家里人其实也就是说一说而已 因为就家里人就会跟我说 我30岁以前我可以随便玩 然后因为我们家里就是找了很多算命的人 他们都说就是你这个小孩30岁以前 你就让他自己闯吧 他只要33岁能够结婚 只要我33岁能够完成我的初次婚姻 就是我33岁以前也不能结婚 我33岁以前结婚的话 也一定对我的未来不好 但我33岁以后结婚的话就OK 然后还会生两个小孩 就他们都就是我找了很多 就是不管是狐仙啊还是和尚啊 就是他们算命都说 我33岁以后会生两个小孩 非常准确的数据 对 好不好这个是你们的那个家人的信仰 给到家教给到你很多影响啊 那我们想想看 如果家人的影响之下 你还是听到这个唐寒落泪 然后现在又在市政厅里头担任这个社群运营的lead 而且还自己提案了做社区的MOD啊 是吧 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啊 就是我是 我是真的相信 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的 现在的这样一个 大家的劳动关系跟工作关系是很无聊的 我我是真的觉得web3能够通过 不管是发token也好 能够通过一种经济机制 能够形成一种新的 新的大家的生产的关系 就是你跟你的老板不仅仅是 他掌握着钱 他来给你发钱的关系 而是能有一个可能更加公平的关系 能够有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 我会觉得就这件事情是我比较相信的 然后也是我想在c道做的 包括我现在在做社区运营 也是想要就是能够让社区的小伙伴的声音 更能够被所有社区的小伙伴听到 因为其实很多小伙伴是新来的 他们可能还没有拿到很多的 不管是社区token也好 还是社区NFT也好 他们可能没有拿到 但是他们的声音仍然是值得被听见的 而且就是社区也是很需要 这些新鲜的血液存在的 所以我就是在这一期的这个 社区的这个运营的计划里面 我有提出要开这样一个mode小队 专门来统计 就是现在社区的小伙伴们都在聊些什么 大家关心什么 大家的心态是什么 那我们就来聊聊社区运营吧 因为社区运营可能在web3里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因为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社区 然后你的以前的员工也是社区 以前的老板也是社区 以前的顾客也是社区 对这样的一件事情 社区运营还有你在三月回国的观察的一些反思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其实一开始对社区运营的理解 就跟互联网运营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运营需要做的事情是 比如说首先是拉新 然后转化 然后再增长 然后裂变这一块 但是其实就当我来LCL之后 我会发现可能web3有更加不一样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社区运营的工作 是更加要考虑到用户说什么的 需要更加考虑到用户他们在想什么 然后并且就是用户的想法跟考量 是会影响到接下来的社区的规划的 我会觉得这个可能 就是当然这应该不仅仅是C道吧 我会觉得说这是web3的社区 大家所期待的样子 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技术 能够分配我们的经济了 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 那可能暂时还没有更新的技术 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 能够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 不管是心态也好 大家的方向也好 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想要做这个墨小队 其实也就是大家人工统计 然后每周大家能够聊一聊 我们的社区的新的小伙伴在聊些什么 那即使通过人工的方式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去中心化平台 能够真正的就是在去中心化这件事情上 能够从这个社区大家小伙伴的心理的角度上 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其实你先前聊到说 你中间比较一个比较新的发现 是说在这个C道里头 其实没有真正固定的想法 跟譬如说你上次提到 你们谈创作者经济之后 就不是这样子就定定 而且是不断的iteration跟不同的人谈话 然后不断的修改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对对对 因为其实社区的话 就是不管是bankless吧 还是C道吧 然后大家其实在创作者经济这一块 其实都要看看 就是因为其实像是 比如说我们如果做小红书的话 可能更加是公司的人 或者如果你做推特的话 可能是你的推特想要什么 我们去发什么 但是你在web3领域里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token的holder 你都有这个说话的权利 那在这一块的话 就是会有需要去了解到 比如说你的文章的发布者 在想些什么 你的这个深层这个艺术的艺术家们 他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来进入到这个社群里的 他你想你的艺术作品 想在社区里完成什么样的价值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 并且事实上事实的反馈是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去听 去跟这些社区的小伙伴们聊了 去跟这些作家聊了 去跟这些投研的产出眼报的小伙伴们聊了 双方都会得到更多的东西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也知道了 比如更加商业化的一些进展 大家会知道你的这个东西 我们在考虑如何将它变现 我们在考虑怎么能为你 为整个社区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 而不仅仅是你发了一篇文章到社区里 然后拿了token就结束了 就是也给了这些 不管是作家也好 还是艺术家也好 也给了他们一些 就是更往前走的道路 那对于其实对于社群这边来说的话 因为其实艺术家们才是那些真正生产工作人 那其实也要考虑到比如说如何帮他们做宣发 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你的理念要怎么样吸引到 更加符合你的理念的人 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大家就是一个双向的 要通过不断探讨 才能够走向更好的地方的过程 所以前前我们聊天的时候 你也提到说所谓社区里 的确也是有一些在里头比较久的人 然后甚至于你们觉得他是大咖的人 但实际上接触之后 你们的互动是怎么样 那首先最直接的互动是 就是大家会放在一个会议上一起来探讨 那其实我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我是从互联网的那一块过来的 所以我其实本身的这个奴性跟服从性还是蛮重的 但是来到了就是一个比较确重性化的社群 就来到C2之后 我会发现就是当你谈出你的想法的时候 其实这个想法可能会比较稚嫩 比如说你提出了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困难 那其实老人们是会考虑到你并且来 就比如说唐涵有找我私聊过 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没有办法推活动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因为现在社区里活跃的人不多吗 还是因为你会觉得说品牌这边没有给到支持 还是你会觉得说每一次都找媒体中心单独开一次会会太难了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把这个流程做一下简化 比如说像现在的媒体中心的这个关于品牌的授权的话 就是只要你去报备一声就好了 它是不需要开会跟通过的 就是基本上小的活动的授权是这样 那如果是比较大的活动的话 那还是要大家一起来商量一下 但是这件事情的话就会让像现在塞到的 就整体的Toyal Space啊 各方面的活动就会变得更多一些 也是因为它的流程上变得更加简单了 就是可以去把你的困难去跟社群里聊 然后大家是会因为你的困难来理解你和给你更多帮助的 嗯所以这是你在社群里头的体验呢 哎聊聊你说今年三月有回国的一个观察还有反思 对对对我今年三月份是刚好休年假嘛 然后就回了一趟国 然后回国之后也见了很多web3的小伙伴们 然后大家其实国内的话就疫情结束之后 大家生存压力也都比较大 然后其实大家会比起像像澳洲很流行的 这种去中心化的这种哲理性的探讨 大家可能更喜欢聊一些落地的东西 比如说你最近有有冲什么项目吗 然后又你最近有买什么NFT吗 你最近有有冲什么币吗 你最近有做有炒币吗 有有做一些操作吗 那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是刚好那段时间 我在那个深圳跟小伙伴们聚会的时候 那段时间刚好是硅谷银行倒闭的时候 然后就是也有很多信息很多资讯了 然后当时其实塞到就也组织了好几个推特Space 然后我当时就是有问小伙伴们说 你们有没有去看一看 你们有没有去看 然后他们说啊 这是硅谷银行 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那我去我去听了也没用啊 然后我就说 不是啊 这个东西你去听了 你这个USDC对吧 USDC有25%的储蓄在这个硅谷银行里呢 那这说不定就是一波抄底的机会啊 那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 当我把这个抄底机会四个字说出来之后 我能感受到就是我吸引到了所有人的目光 就大家都想知道 就是你的这个抄底机会到底是什么 但是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话说回来 如果你真的想要通过资讯来获益的话 那你首先的第一步 你就得了解这个资讯 你就得了解比如说 为什么USDC会存了钱在这个里面 他存了多少钱 那你像如果他只存了25%的话 那也许USDC是不会完全脱毛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 可能你可以算一算 那他大概会脱多少 你脱多少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 就是你可以有你自己预估的点位吧 你对于这个预估的点位 可能这就是一个你赚一波的机会 包括这个由于这个很多美国银行破产 所导致的这个BTC的就是新一轮火爆 那这些事情的话 是你要去真的了解到这些知识 你才能抓住这些机会的 那对于我的角度上来说 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是 你得让小伙伴们感受到 这些东西都是机会 他们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时事的探讨 而是对你的生活 真的能够产生影响的一些 就或者说能让你赚要钱的一些机遇 所以不只是这个平常 尤其是C道一般我们了解到 他比较关注一些深入啊 宏观的哲理的一些探讨 所以你现在感受到的这个社群当中 还有可以更接地气的一些方式 跟角度是吧 对对对是的 包括就是一些 因为其实C道里有很多 就是这个数字游民的小伙伴们 然后大家也在聊的时候 就是通常就是我们也就是数字游民嘛 就也就是远程工作嘛 那其实我们在跟数字游民小伙伴们聊的时候 也会聊到一些比如说数字游民 难道就是24小时工作吗 我不限制了你的地点 难道就会限制你所有的时间 你就得24小时待命吗 那这个事情其实也得取决于 你自己对于数字游民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当你决定你去做一个数字游民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东西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给自己定位的 你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种24小时待命的工作 是你不要的 那这个是数字游民的问题 还是你这个老板的工作的问题 对你得选择一个你自己想要的道路 那关于数字游民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需要去细化的部分的 像这边的话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小伙伴在深圳的时候 有跟我们说就是他们在很多时候 接数字游民的任务的时候 他会发现他只会给你基本的工资 这个任务的工资而不会交低保 对对这个就是你明明工作 但是却因为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 应该不是因为去中心化 就这种工作的形式 因为数字游民其实是全球的任务都可以接的 那他其实实质上可能也没有办法 能够给你那么全面的交上低保 那在低保这件事情上的话 当你选择数字游民的时候 你也要做一些自己的思考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就是你之后 如果要去不同的国家的话 可能也许你也不需要比如说养老保险这样的东西 你可能需要的是更多的自己可支配资金 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接下来这个钱要怎么花 那当然这些东西是很多小伙伴们并没有去考虑的 但是其实是我们在聊数字游民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你需要去考虑的东西 所以这是不是你就开始奇异说你如果在这一季的MOD项目完成之后 你要打算开一个深夜电台来聊聊数字游民的生活跟工作呢 哦对对对 就是深夜电台是我一直特别特别想做的 就是也一方面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希望能够聊一聊 就是这个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型的工作形式能够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支持与帮助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是想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却不敢往这个方向走的 因为会觉得数字游民对吧 很多爸妈会觉得他不够安定 对吧 你到处跑 然后你也你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公司给你发工资 然后你如果没有任务的话 你可能就要连着一两个月拿不到任何钱 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平台能够好好聊一聊 能够把大家的困境和大家的收益都放在台面上 然后能够让更多小伙伴们了解到他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有用的 这个是我一开始的想法 嗯其实我们早现在跟我们谈播客的时候 我还问过Vincent说 哎有没有想过脱口秀这样的东西 可不可以用那个chap gpt帮我们写写稿子啊 对啊说不定用这样子去谈一些严肃的话题还不错呢 嗯 有哎有哎 我之前因为我本身是做it的嘛 然后本身对新的技术也比较了解 然后这次gpt4的时候 然后当时也买了会员嘛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就是 其实脱口秀这个东西 它是非常非常个人的 它得有个人的自己的逻辑 那chap gpt你得 你可以去培训它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它写出来的稿子还是不够有梗 就它还不够那么搞笑 对 那我我其实自己有考虑过要不要去 就是做一做脱口秀啊 因为其实很多很多很多小伙伴们 就是都 就是因为其实像上海那边 不是也有效果的一些线下的据点吗 但是在做脱口秀的过程当中 就会发现哦写稿子真的太难了 就是因为五分钟之内可能得有 你得有故事情节 你得有自己的分享 还得有自己的 就是其实是要有自己的理论输出的 然后怎么样用比较有趣的形式 把它呈现出来 那其实考虑到的东西还蛮全面的 所以就 好吧 那你做脱口 晚一点 对对对 我们先做深夜电台 好啊好啊 那我们就期待 那深夜电台一开始 我们用什么样的话题呢 围绕哪一些东西啊 嗯 呃一开始的话 其实其实是最初的想法是 想要让更多小伙伴们能够了解到 像不管是数字游民吧 亦或是大家远程工作的 这样一些生活的感觉和工作的状态 对比如说像是 我有跟一些数字游民小伙伴们聊 那他们的感觉就是 我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脑子可以去 但其实我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我是一个24小时待命的状态 老板随着随地找我 我就得随着随地做 因为很多像很多是数字游民的设计师 他们还好 他们只要交付了就好 那像可能其他的工作是 比如说像是运营 像是市场 你就得不断的去对你的工作 要不断的去做迭代 包括像其实开发也是的 就是你得不断的做迭代 不断的做更新 你得根据这个市场的行情走 像最近AI火了 其实很多项目都会有自己更新的需求 就是我的项目里能不能融合一些AI的部分 哪怕只是一个AI的客服 那当这种新的东西来的时候 可能对于数字 就是对于普通工作的人而言 我下班了就是回家了吗 那可能对于数字游民的很多小伙伴来说 他会觉得说 我下班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是我那个真正终结的时候 他会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平衡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 因为其实数字游民他没有那个明确的 我在去上班和我下班了 他没有那个打卡的过程 那他可能在内心当中就会有一个自己的迷茫 就是那我自己什么时候上下班呢 那我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话 好像也不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好像也不是我想做数字游民的那个初衷吧 那这一块的话 我会希望就是能够通过 不管是数字游民的从业者的经历 亦或是就是其他的 比如说现在正在工作的小伙伴们的 对数字游民的一些看法 希望做一些碰撞 那这个是一开始我想要做的 那我在C道还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之前一次复发期的课程 孙志尔老师有跟我们说过 就是这种web3的新的工作形式的状态下 我们要形成新的公共生活 什么意思 就是像是我们现在可能去看 现在的一些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 他们其实是有自己的线下的生活 比如说年轻人会养宠物啊 老大爷会去花园里面遛鸟 阿姨们会去跳广场舞 那就老大爷也可能去打太极拳 大家会有一些自己的工作之外的 这样一些自己的公共生活 但是数字游民可能很难会有这样的生活 因为他们本身他们的性质 就他们就会到处跑嘛 就是他们在地理位置上是自由的 那我来到一个新的线下 我就要认识新的朋友 我就会有一些自己 包括你要追随着这个新的城市的生活节奏 你像国内可能是国内理论上 可能是比如说早上九点上班 然后晚上五点钟下班 早九晚五的工作 那其实我来到澳洲 你就会发现大家可能都是十点到公司 可能都十点到十一点上班 然后五点到七点钟下班 大家下班时间也会更晚 然后这种不同的城市所带来的这种工作的氛围 和你的这个城市的节奏 那澳洲这边的话 其实很多商场九点晚上九点钟就关门了 那其实跟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国内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十点十一点钟 你看外面街上人还很多 但是澳洲这边的话八九点钟就会关门 那你来到新的城市 你有新的城市的生活节奏 那你可能就要形成新的生活 那这件事情的话 与其那在这样一个我们web3的世界里 那我们需不需要形成一个 比如说大家线上的公共生活呢 我在线上认识一些朋友 我们在线上大家一起听听音乐 看看电影 然后我们也可以拉一个小群来聊一聊 那这件事情是我后来觉得 深夜电台可以带来的新的价值所在 所以聊聊大家在线上的公共生活 对吧 你原先提到我们说爱与恨 那其实除了爱与恨以外 还有很多可以聊的事情 听起来就是一个谈心的空间 我们就期待你的深夜电台 还有探索我们这个线上的公共生活是怎么样 那going forward 想问问说 你从自己的这段经历当中 你对于大学生 对于想要进入web3 或者年轻人 你自己我们说建议 或者是你要分享的一些点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 刚刚开始工作状态嘛 那其实我会觉得说 就是尤其是在我进入web3之后 我会觉得我就是了解更多信息的速度 变得非常快 就是我们现在说web3可能是一个比较热的东西 那其实比如说像是元宇宙 ARVR 像是AI 其实都是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 非常非常火的东西 那我会觉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冲 就是胆子大就好 就是我会希望就是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们 大家不会因为就是自己的胆子小啊 或者是不敢去啊 而去放弃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新的机会 就是不管做些什么 你先努力的进去 你进去了之后 你也许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也许也会发现不合适 但是对于新的行业 对于新的事情的探索 我会觉得只要你感兴趣就冲就好 就是因为本身 我会觉得比如说像是web3 你会发现很多项目方其实是非常年轻的 他们就你像那个那个marketing 那个NFT的那个交易平台 那个Buller 他其实创始人才19岁好像 对在19岁 对那那其实就是年轻人啊 就是新的行业就得要新的年轻的人来嘛 那可能像很多传统的人 比如说你的父母 比如说像我的爸爸妈妈 他也没有办法给到我任何web3的建议 那他们就只能说就let it go 就是也许你去走一条传统的道路 那你就会错失很多新的挑战跟新的机遇 那在新的机遇跟挑战的部分 也许父母也不了解 也许他们也没有办法帮到你 那你就不如自己去试一试嘛 反正还年轻嘛 怕什么 嗯 好啊 所以怕什么 要胆子大 对吧 感兴趣就去做 好啊 那我们等你的声乐电台 你怕什么 你想做就做啦 那其实我们 我们就一起来登出 还有就是如果你也觉得有兴趣啊 我们要那个Vincent也邀请你去找他 推特上去 add他一下啊 今天我们谢谢听友们的陪伴 然后谢谢Vincent啊 这么candid的一个podcast 好有趣 好 那我们在这边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嗯 拜拜 大家再见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Crypto Startup School的节目 欢迎转发 评论 加入会员听友群 关注校园VC的同名公众号 获得更多创客活动资讯 校园VC的理念是 十年推动一百万大学生创业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感谢观看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我就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会员听到说